大家好 我是李双林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农村风水要具备哪些因素才算好 现在其实回农村修房子的越来越多了 因为新农村建设国家政策又这么好 像我们老家路都修得非常好 条件是相当好的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回去修房 但是在农村修房子的时候 都这个风水的要求就比城市风水要求更高了 因为它是独栋的房子 鸡胸都是你一个人在承担 就相当于是说 你房子在这里 住的话它只住了你一家人 那么周围的沙水全部是在作用你一家人 所以它的力量特别的大 那么农村风水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选址 选址的话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它可能会在自己的老地基上面修 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朝向的问题 而且这个老基地你要看一看 你们之前呢顺不顺利 上一代顺不顺利 比如说这里是一块老宅基地 做房子在这里 这是老宅 从你爷爷这一辈就住在这里 爸爸包括你爷爷在这个房子出生的 你就看你爷爷爸爸这一代顺不顺利 他们如果很顺利也没有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老基地是可以用的 风水不一定非要去看 我们是可以通过前面的一个经历去证明的 那么如果你之前住得非常不顺 比如说爷爷这一代特别贫穷 父亲这一代也很贫穷 那你就可以换一个地方了 说明这个宅基地有问题 那么选址除了这一点呢 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说 不要修在一个山的脊梁上面 在风水当中有句话叫 父住弯 我给大家说一下 穷住边 北上住的没人烟 那么父住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选址的时候呢 后面这座山呢 是弯弯的 环抱 我们房子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富人住的地方 那么穷住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山脉 直直的就过去了 你房子就在这里 就是这里有水的 然后呢 这个水啊 来的特别小 去的特别大 比如这是奶水 这是汽水 又住在边上的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穷人住的地方 越来越穷 这是一个大方向 不是说绝对的 我只是说教大家一点技巧 水上住的是没人烟 这个是怎么看的 这是一块山 然后你这个房子是住在这里的 这就是一个山嘴 到这里 没人烟是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房子 它会绝人敌 比如第一代有三个 第二代只有两个 第三代一个 第四代就没有了 它就慢慢慢慢的 这个地方就没人住了 这就是一个山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